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该交易还需得到山东高速投资母公司山东高速集团 山东胜国资卫等有权机关的批准 仍存诸多变数 协议并没有明确商告投资是要从二级市场收购股份 还是从厦门当代集团手中受让股份 或是通过重组等途径入主当代东方 但回顾当代系近期的资本动作 起初让股权回笼资金的意愿强烈 一个月前已退出国旅联合时 当代系曾明确表示 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 有意通过股份协议转让 为上市公司赢在凯迪拉科中心 娱乐资本论 IDYULEZIBENLUN查学某购票网站发现 2018年7月28日晚 航中上演唱会开始一天 网站还有不少票没有卖出 较高价格的那场票 甚至出现折价现象 公告中只博手的提及实现了相应利润 其利润空间大概率很有限 至于最重要的影视剧业务 自从军事联盟后 当代东方在罕见报款剧 由张黎指导 加文主演的历史大剧曹操号称投资高达7个亿 但目前人类开拍 当代东方一记报中 显示 项目进度仍停滞在筹备中 而近期 又传出总制片人物一线2.31版权纠纷 其依据是曹操或搁浅 厦门当代系接连撤中盛市公司 厦门当代系由王书童 王春邦父子二人控制 2003年起集团筹建 以地产起家 天眼查数据显示 厦门当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王春邦 注册资本为5000万人民币 王书童持有公司100%的股份 王书童实际控制的公司多达90家 厦门当代控股集团官网称 以形成大文化 大健康 大数据 大科技次大核心心经济产业 当代控股集团的发展历程 厦门当代拿下大同水的控股地位将其改造成当代东方后 2013年又以2.91亿元的价格拿下国旅联合大股东之位 经过两年多的资本腾挪于2016年初拿下下华电子时空人的位置 2017年9月 上交所官网发布 A股资本系组 现状与思考 王春邦的厦门当代系明月76大名营资本家族之中 实际上 厦门当代系盛世公司中 当代东方业绩尚可 下华电子 国旅联合两家公司的状况更不容乐观 下华电子连续两年净利润为复 1月2018年4月25日 批经代帽成为ST下华 国旅联合在当代东方的推动下 曾积极向文化产业撞行 一方面经过多次降价将温旋资产甩卖 一方面拟益4.95亿元价格一价又被重组都市体育 今年1月10日 国旅联合并购都市体育的交易 被证监会否决 成为2018年首个并购被否案例 6月29日 厦门当代突然公告称 将所持14.57%股份转让 给了江西省国企江旅集团 后者成为大股东 厦门当代退去第二 不到一个月 厦门当代7月24日 又宣布出让当代东方的控股权 上文曾提到 有市场公典认为 宝仓风险是促使厦门当代集团 抽身离开的重要原因 在改革开放40年这场精彩分成 运龙混杂的时代大剧中 民营资本系组扮演了自义纵横 突破规则 锐意进取得贪婪赛计的多面角色 包括曾经的德龙系 如今的宝能系 不兴系 明天系 以及厦门当代系 在A股市场耕耘多年之后 厦门当代在上市公司股价高位水平抽身退步 获得了自身利益最大化 不实为明智之躯 孝节 国资接手 似曾相识的剧本 此行华文传媒的大股东国广控股发射股权变更 民营资本负行系退出 有国资背景的和平财富接盘 此次当代东方时控权变更 民营资本厦门当代系出任股权 地方国资沙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入局 事实上 这并不只是传媒板块独有的现象 中国证券报最新统计显示 近期A股控制权软而扎堆出现 国有资本特别是地方国资平停出手 今年共有18家上市公司 你接盘方具有国资背景 其中地方国资企业有11家 长城政权并购部总经理引忠于对媒体表示 近期国资接盘案例增多 一方面 在去看看大背景下 很多上市公司股权质压率接近100% 大股东资金率紧将面临爆仓风险 所以主动寻求国资进场 缓解流动性压力 另一方面 随着壳价不断走地 许多地方国资有寻找上市公司 作为资本业做平台的意愿 那么当代东方控制权易主之后 其公司发展和股价走势又会如何呢 今年来 当代东方通过并格扩张 形成了一个包含影视内容生产与制作 约线发行 IP版权运营 演唱会 衍生内容开发等业务的传媒产业立华 并格涌了影视 首会焦点视频技术 则是对这一链条的进一步补充 对此次控制权转让 当代东方相关人士表示 民企市场化程度高 与商高投资所强文化百块的战略 和深厚的资金资源形成互补 双方将建立文化金融平台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山高投资的控制方 山东高速集团 今年来在文化旅游产业多有布局 相较当代集团 山东高速集团 无论在资本实力还是影响力方面 均有可能对上市公司 产生更大的影响和支援 包括引游联动 文旅布局 不排除会有优质资产注入 何时复盘 仍不可期 深交所 已经把哈顿促当代东方 于7月30日前 披露重大资产重促展情况 并要求其复牌 至于复牌后表现如何 尽可以参考当代东方 侥幸错过的这产文 与板块水崩的凶残程度 此外别忘了 截止2017年底 公司还存在10.07亿元商誉 其中8.75亿由收购盲将尉而来 而盲三位的营收和净利润 在对赌期结束后出现腰斩 入有实力投资者 当代东方主业曾是水泥制造与销售 当代系抄底入住后 进行了一系列资本运作 高调进军影视行业 几年间业务 并已深入到影视制作 电影月线 演唱会 IP版全运营 演双品开发等领域 当代系掌控下 当代东方的并购故事中 最广为人知的是 其2015年以11亿收购盲将尉影视 后者打造了军事联盟这一包款剧 当代东方从并购对赌中 尝到了前头 希望继续复制这一路径 然而 账面上的量力盈利数字 并不等于优秀的运营状况 当代东方现金流状况很不健康 为了维持经营 大量取债 此外 当代东方的股东们 集体进行了顶格比率的股权质押 在今年5月23日 宣布输入一定增加满影视后 当代东方就开始停牌 6月24日 公司又一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油 申请继续停牌 基本堵开了5月底开始的文语板块断延式下跌潮 当代东方目前的股价从历史高位略有下措 仍处于历史较高水平 定增和重组计划 人类落定 股价面临市场杀估值的考验 当代东方的控股股东突然出让控股位置 各种玄妙 娱乐资本论 爱蒂 Y-U-L-E-Z-I-B-E-N-L-O-N-Z-E 已剖析 对赌气一过 业绩就坠牙 继续扩张且受阻 当代东方的前身是大同水泥 2010年 厦门当代集团接手了处于诉讼纠编中的原控股股东的持股 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接手之后 厦门当代很快将这部分业务拨离了出去 转型支出方向并不明晰 直到2014年宣布置资11亿元 以12倍一价收购了东阳萌 将为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简称萌将为100%股权 当代东方开始大举进军营事业 与此次并购相关联 当代东方同年抛出了一则股票订分方案 发行价格为10.8元每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19.98亿元 特定投资者包括吴秀波 苏朗 唐继理 荣幸达影视以及巨人网络等个人和机构 蒙将为并购案中 双方签订了对度协议 2014年至2016年 蒙将为贡献的净利日益 分别不低于1亿元 1.35亿元及2亿元 蒙将为此后参与了北京遇上西雅图 欢乐喜日人 谍中电舞以及军师联盟 到著名电影 电视 网剧项目 从对度完成情况来看 蒙将为三年规母净利日益 分别为1.09亿元 1.41亿元和2.11亿元 都过了及格线 这对当代东方的营收提振显著 当代东方的营收从2000万元到增至4.93亿元 9.86亿元 8.2亿元 规母净利润从亏损边缘 还升至1.11亿元同比增长 200倍 1.77亿元 1.1亿元 2017年当代东方营收和净利润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16% 第七七 38.2% 蒙将为业绩要价是最重要原因 然而业绩承诺期一过 正如同投资者对并购对赌协议担心的那样 蒙将为业绩变脸了 2017年 蒙将为营收为3.15亿元 同比下降65.19% 净利日外为1.09亿元 同比下降50.9% 对于这一点 有业内人士曾经预警过 蒙将为的核心团队学家宣 与海勒隐士的控股股东数同一家族 在2017年六月盟 将为完成对赌之后 海勒隐士便爆出巨额融资 股值增长至12亿 当时便被猜测是其家族资源的腾龙画鸯 海勒隐士曾投资出品鬼吹灯 用血长安八经传本聚集 民财产持股30%左右 不过当代东方的算盘 打得其实很精明 在业绩对赌同时 延长了管理层的绑定周期 石家宣将担任毛将为总经理 6年2014年到2020年 多少对业绩有些保障 在毛将为刚刚对赌完成之时 当代东方即推出对冲之策 2017年7月 当代东方宣布 11.96元每股的价格发行 2.13亿股股份 购买永乐影视100%的股权 交易价格达25.5亿元 永乐影视制作过 母神赵子龙 随唐演绎 孟会大唐等电视剧 擅长与主旋律 红色主题剧 正剧 历史题材剧的制作和发行 曾多次冲击上市外国 永乐影视承诺在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分别完成 2.15亿元 2.95亿元 3.65亿元 4.2亿元的净利润 和解约13亿元 以永乐影视2015 2016两年的净利润水平 1.26亿元 1.45亿元来看 其完成业绩承诺的压力比较大 根据2017年年报 公司目前仍在推进 永乐影视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除了永乐影视 当代东方还在筹划 以现金方式 收购手绘焦点100%股权 据悉 手绘焦点目前预估值为12亿元 是当代东方现实际控制人旗下 企业投资设立 主营业务为通过数次化应用和研发 实现视频工业流程的智能化及虚拟化 随着上市公司控制权或发生变工 以上 未完成的重组及电增方案 是否会继续推进 存在很大变数 业绩爆发 更多是纸上量力 负债之增 股权之样激进 虽然近三年的营收和利润数据表现不错 当代东方股价也从2014年前的5元前付权 涨距如今到20元水平 但事实上 公司经营性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却分别为负4.989亿元 零下0.94亿元 零下4.685亿元 三年净利润美计不过4亿 公司时写却超10亿 而最新业绩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公司经营性现金流 又录得负4552.19万元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当代东方的主营业务中 电视剧占比或版 广告和影院占比也不低 在影视制作公司中 在项目前期筹备阶段电付剧款 在影视作品稍信后 无法及时收回货款的情况并不罕见 不过这一情形在当代东方则尤为严重 娱乐资本论 IDYULEZIBENLUN查询公司 历年财报发现 2015年到2017年 当代东方的营收账款分别为 2.35亿元 4.44亿元 4.97亿元 与付款项则高达6.89亿元 7.01亿元 9.66亿元 预期营收规模相当 截至2018年3月 当代东方的营收账款为6.35亿 同比增长34.63% 预付账款为10.15亿 同比增长43.39% 值得注意的是 当代东方的债务水平急剧提升 一期暴中 其短期借款约4.65亿 同比增长46万4610 一年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一亿 同比增长200% 短中期负债剧增 提出15亿元定增募资方案 主要目的之一 就是为了补充公司现金流 现金流区乏已经影响到了公司的正常运营 去年12月 军事联盟的联合制作方 江苏华丽文化 就加盟将来告上了法庭 要求后者向其支付4836万元的电视剧发行收益 因军事联盟完结已久 但盟将为人为案约定进行收益分配 此外 当代东方的股东们 把股权质押完到了极致 前世代股东中 包括打股东厦门当代 有气味的股份处于质押状态 且质押率就为100% 考虑到集市场不景气 以及影视股集体遭遇估之杀 当代东方复牌后股价大概率走跌 股东们的高比例股权质押面临爆仓危险 有市场供典认为 爆仓风险是促使厦门当代集团 抽身离开的重要原因 资金紧张 又要继续扩张 当代东方能否复制申购吗 将规的成功案例 进一步扩张后 又如何解决经营性现金流短缺 一关接着一关等在前面 后许业绩前例如何 当代东方系月中旬发布的 业绩预报显示 上半年预计实现金率 弱1.5亿人 比去年同期增加505.7% 公告称 业绩剧增的主要原因有三 公司在2018年上半年 持续拓展电视台时的业务 使得本报告及影视剧销售数量得到提升 收入及利润都相应增加 公司主办的演唱会业务 在2018上半年陆续落地 在本期实现了相应利润 公司前期布局的影院运营 娱乐营销 早是平等业务 从本期开始稳步实现盈利 其中说到的电视台时的业务 不得不提到当代东方与河北卫视 云南卫视的广告代理 电视剧采购代理的业务 与云南卫视的合作开始于2017年底 云南卫视委托当代东方采购全时段电视剧 采购经费为1.5亿 其中黄金道全年约18部 730级 费用为1.35亿 剩下的1500万 用于采购非黄金道具体 这会当代东方提供了重要的卫视渠道 但是计算下来 云南卫视黄金道电视剧采购价单 集预算为18.5 与头部剧集价格相差甚远 对于当代东方 买不到头部剧 很难拿到了优质广告资源 而从公告数据来看 用云销自在库存似乎效果还不错 但这一业务模式风险很大 环瑞此前承担北京 阿徽卫视遮拨剧场 最终亏损1.44亿 据卫视这些事统计 2017年云南卫视和河北卫视 全天收市时段的排名 分别为20 22 将2016年名次为发生变动 但收市率和市场份额 均出现明显下降 公告中提到的演唱会业务 指的 是其去年开始投资 王力宏演唱会 歌同的期限是2017年8月至2020年底 预计该世界循环演唱会的总投资 为6亿至9亿元 其中演唱会制作费用为3.5亿元 公司此前有涉足投资音乐相关业务 但从没有演唱会运营相关经验 今年4月中旬 王力宏龙的传人 王力宏龙全国巡演正式拉开帷幕 首架北京演唱会选 王力宏龙全国巡演 会选